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好消息 手机版MOD按理计划启动啦 给你表演一个手机版MOD的玩法 先给这台战斗机加满油 掏出我们的遥控器 就可以在手机版的我的世界里面开飞机了 飞 飞啊 给我飞 不好意思 我尽力了 它和电脑端的一模一样 还是飞得起来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阳MOD白宝箱 仔细看我的画风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 没错 为了给手机端的小伙伴们 带来MOD福利 特别安排了手机版MOD介绍 只需下载网易版我的世界 安装机研版 打开组件商城搜索即可安装 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款MOD呀 很巧的一点是 我虽然介绍过 不过当时是电脑客户单版本的 这款是手机版本的 这款MOD最神奇的一点呢 就是作者将小肌的模型给替换成了战斗机 看起来庞大无比的战斗机 嘿嘿 其实就是一只小肌 嘿嘿 当我们对着小肌 哦 不对 对着战斗机攻击的时候 还会诡异的发出铁针的声音 难道小肌是铁针座吧 不过呢 想要驾驶这辆飞机 你还需要准备这两种材料 一个叫做遥控按钮 却写着胡萝卜钓杆的遥控器 哎 作者 偷懒不想做新的材料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一个呢 叫做油桶 可写着雪球二字的油系统 哎呀 大哥 你这是要弄到哪样啊 你能不能正儿八经的给我做个道具 准备这两个道具以后 坐上战斗机 对着预表盘一顿右键 可以给飞机加油 之前电脑端 可以让飞机直愣愣的飞上天 到了手机版居然做不到了 是什么鬼啊 在我们感觉上 把油给加满以后呢 掏出我们遥控器 也就是那根胡萝卜吊杆 就可以驱使我们的战斗机 向前飞行咯 比较奇怪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战斗机 它还是不会飞啊 过去了五个月了 这款MOD还是没有人来管管它嘛 哎 来个大神来教会 这台战斗机怎么飞行吧 更厉害的是啊 到了水里 这台飞机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了 做都不给做了 可恶 哎 刚才我林光意思 想到了一个让飞机飞起来的方法 嘿嘿 像我一样 疯狂鼓起这架飞机 把它给击飞到天上去 看 这不就飞起来了吗 沙雕少年欢乐多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也是有史以来 能让这架鸡肋飞机 飞起来的第一人吧 当然 之前呢 在给小伙伴们介绍 客户端版本MC的时候 有印象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这架飞机会自动发射 弓箭攻击周围的敌人 嘿嘿 手机版的 当然也不例外了 并且 在手机版本中啊 战斗机发射出去的弓箭的 命中率被赋予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他们不会飞 可 他们会保护这里啊 怎么看都比铁龟的要厉害 不是吗 更秀的一点是啊 我可以坐在战斗机身上 看他攻击周围的敌人 哎呀 感觉自己的屁股 会自动打怪一样 嘿嘿 真好玩 这款MOD呢 叫做战斗机MOD 直接在网易版 我的世界搜索即可 喜欢以及支持 手机版MOD的小伙伴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说出你们觉得厉害的 手机版MOD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